边界连续条件 我们现在要用什么样的边界连续条件呢 就是电厂的切线分量 无条件的相连续 就是第一个介质的总坡 总电厂 跟第二个介质的总电厂 切线分量相连续 它现在切线分量是什么分量呢 X分量算切线分量 Y分量也算切线分量 只有Z方向不算 那我们先来看 入射坡电厂是这样子 我们前面求出来了 反射坡是等于这个 你看它现在差别就是 这个不知道 这个是正 这个是负 C的R不知道 那第一坡的总电厂 就是入射坡的电厂 与反射坡电厂的 向量核 那就把这两个加起来 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这个切线分量的连续条件 T就是Tangential Component 这是1的电厂的Tangential Component 在界面 界面是什么地方 Z等于0 Z等于0 就是1 入射坡 入射坡 总坡 入射坡的切线方量 加上反射坡的切线方向 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都是Y方向 都是切线方向 但是Z要等于0 它等于1T 1 2T 就是在第二区 电厂的切线分量 第二区因为它是 理想导体 所以电厂一定是0 所以这个入射坡的 切线分量 加上反射坡的切线分量 在Z等于0这个地方 这个只要等于0 我们就把这个带进去 AY提出来 这个等于0 它就等于EOI 这个 加上EOR 这个是0 加这个等于0 那这个等于0 那一定是 科乎里头这一项 等于0 对不对 坡乎里头这一项 很等于0 在坡面上 就是你X 不管怎么指 因为这个坡它会朝 X方向行进 它有朝X方向行进的 那X呢 改变 会改变 但是你不管你X等于什么值 这个 加这一下 一定要等于0 那这个机会 如果我们要是1 你把这个 exponential 这个 这一项 展开的话 它是一个无穷极数 无穷多项的一个极数 这个也是无穷多项的极数 那你X值呢 可以随便变 你X随便变 它这个都是等于0的话 这也无穷多项 这也有无穷多项 那除非怎么样 除非你这两个指数项 等于0 这两个相等 才有可能这两项 加起来等于0 否则不可能 因为这个X都在变 这是无穷多项的极数 那么 唯一条件就是 这个等于0的唯一条件 就是 这两个exponential项 要相等 好 这个相等的话 那就是 这个指数等于这个指数 G,β,1,X都一样 那就是Zr要等于Zi 反射角 要等于入射角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等于这个 对不对 我们把它约掉了 所以Zr O,R要等于负的 Zi 我们就把这两个值 求出来了 求出来以后 我们就把 介质1里面的总电厂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本来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呢 我们把这一项 变成负 Eoi 所以你把它提出来 提出来 把这个先提出来 就是 这个exponential 减掉这个exponential 其中这一项 其中这一项 大家都有 所以提出来 那就是exponential 这个 减掉exponential 正的 复复的正 这个是复的 这两个相减 就变成负 2 J Psi Beta1 Z Cosin Zi 这两个exponential 相减 可以等于这个值 这就是什么 入射波 不是等于 介质1里头的总电厂 介质1总电厂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朝x方向行进的一个 平面电子波 不过它的正幅不是常数 正幅要受Z的修饰 就是说这个Z Z不同 就是距离 导体平面 不同距离的地方 它的amplitude不一样 因此它的正幅不是一个 均匀的正幅 因此朝这个方向 传播的这个电子波 总波 它不是均匀的电子波 均匀的话 这个就是 这个等于1 这个是均匀 但现在呢 它的正幅受这个修饰 跟这个有关 所以它就是一个 不均匀 因为有时候这个最大 有时候这个可以0 等于0 Hi我们也是一样 这个写错了 H1 OK 这是入射坡 是反射坡 入射坡反射坡 总坡 这两个加起来 这两个加起来 入射坡加反射坡 那现在我们就把 EOR等于负 EOi 还有C大R 等于C大I 带进去 它就变成什么 这个是负的EOi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正的提出来 这里头就是负 这也是负 负Ax 这个C大R 就C大I 所以这两项一样 提出来 这个也变成C大I了 这个是正的 然后这个变成 这是负的 这两个加起来 这两个是负的 这个就变成Az Sine Zeta I 这一项 我们把这个都提出来 都提出来 这是负的 提出来 那么 这一项 变成这个 这个 这个不是 这个是 这个是 入识不害谜题 这个 先把它变号 然后 这个变成C大I 再把这两个合并 把这个提出来 负Ax 3C大I 成上这个 这个 这个也是负的 所以 它就是 把这个共同项也提出来 它就是 Exponential这个项 正 正 不是 这个是 负的 然后 再 把这个 负负得正 负负得正 因为我们提出一个 负的来 所以这个里头就是等于 这个也是负 这个也是负 所以就是 这两项相加 谁在前 谁在后 没关系 那么Z轴呢 Z方向 Az 这个是负Az Az 三C大都一样 三C大I 这个提出来 那就是 正的 减掉一个 负的 应该正的减负的还是负的这样 就是你这两个 提出来 Az 这个负的 对不对 减掉这个东西 减掉这个 然后正的这个 把这个提出来 那应该是等于 应该是这个减这个才对 这个减这个才对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这个债 那这个加起来呢 是两倍的Cosin 我们把负Az 提出来 这两个加起来是Cosin 两倍的Cosin 这两个相减呢 就是负的 负的 2J Sin 这个字 2J Sin 这个字 好 那这个就是 第一区的 总磁场 第一区的总磁场 好 那么我们再把它 看看总磁场的 总磁场 就是这个 总磁场 就是入射 加上反射 我们现在可以把 这一项提出来 那么 X就是这个 分量 这个是 Az Az 我们提出一个负的 所以这个负负的正 才可以 它的complex conjugate 对 НА 我们要求它的 平均功率 所以你要把H上的complex conjugate求出来 complex conjugate就是H上 这个本来有一个帽子 帽子忘记写了 有帽子就表示它是复述 所以你要start 有复觉的地方变成正觉 复觉的地方变成正觉 其他都没有变 现在我们就说 切子E中波音顶向量的平均值 E1等于这个 H1等于这个 E1 cross H1 这两个cross 我们先把前面这个cross起来 它就是四倍的 这个复数 相乘就变成EOI的平方 2等于4 1分之1 J还在 这个sign的这个值还在 然后其他就是AY 然后其他就是AY Cross这个就是向量 那么我们就把AY cross AX 等于负AZ 那么AY cross AZ 等于AX cross以后呢 它就变成 现在还没有cross 就是这个要cross这个东西了 那 这是E cross这个 它就是 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没有把它撑出来 我们不用撑了 因为撑出来又是一个很长的 现在先修这个 E1 cross H1是这个 1分之1 并取这个是十数值 1分之1成绩呢 就是这个 变成2嘛 然后十数值 你看 这一项cross这个值 是虚数就没有了 这个 这个 cross这个 就没有了 那Y cross Z 就是AX 这一项没有了 AY cross AZ 就是AX 这一项 这个称这个 存在 那取十数 就是只取这一项而已 因为这个 负负 J正J 等于正一嘛 负一嘛 负一在负 所以它就是等于这个值 乘上这个 还有 这个跟这个 一样的 所以是平方 这就是它的 Average Pointing Vector Average Pointing Vector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只有X 方向 就是说平均功率密度 只有 朝X方向 这是一个向量 朝X方向 行进 Z方向 没有了 Y cross AX AY cross AX 是Z方向 等于0 所以 Average Pointing Vector 在Port的 行进方向 写错了 这是Port的 这是Port 的Z方 行进的Z方向 这个地方 有问题 就是 因为它行进方向 原来 原来这个 入射波 跟反射波 它都有X方向 跟Z方向 Z方向 结果没有分量 你看它Z方向 没有分量 原因就是 E1 Y E1 这是Y Component 跟H 1 X Component X Component 这个是 就是说我们 这个不要加 STAR 这个是负的 这两个之间 一个有接 一个没有接 就是它的像 Face 相差一个 90度 所以最后 盛起来 你看 这个是一个叙述 就没有了 90度 就是说 这个是 波 风 这个是 波骨 波骨 对 正的负的 等等 它有这个 相差的缘故 沉起来 它是1Y 跟H1X 它有一个J的相差 你看这两个就没有 这个有J 这个也有J 只有这个没有 由于理想导体 不会吸收功率 因为它是零 电场是零 所以在Z的方向上面 EY跟H1X 都呈现 驻波的形态 我们可以看一个 H1E1 在Z方向 这个也是Z方向 这是Y方向 EY H1X方向 都是形成 驻波 因为都有这个因子 这个有这个因子 E1呢 E1 等于这个 E1有Sine H1X有Cosine 那么这个就是 说它的正幅 它的正幅 不是常数 受Z的影响 受Z的影响 那平均功率流的 X分量 是正实数 是正实数 有平均功率 远平行 界面 就是 跟 波是朝这个方向 行进 合成的波 所以这个 我们刚刚说过了 我们看它的波 最后合成的波 波 那这个 你看 都是朝这个方向 行进 朝这个方向 行进 但是 它的正幅 正幅 朝这个方向 行进的 这个正幅 不是常数 它受这个Z的影响 这个也是受 这个也是受 这个也是受Z的影响 那么于是 我们知道 E1Y 就是这个 跟E1X 都有这一项 就是我们刚刚讲 它是这个 朝X方向 行进的波 但是因为 它的 这个 正幅 受这个 这个Z的影响 这个Z的影响 就是说它 有的时候 你看 比如说我们拿电厂来看 电厂来看 有时候这个 Sine这个等于 E 有时候 它是等于什么 等于零 政府 所以 它的强度 政府 有的时候 最大 有的时候 最大的地方 就是泼腹 那 零的地方 就是 泼节 所以 这个位置 不同的地方 它 政府大小 不一样 那这个 泼船过去 它 泼面 上面 它的政府 不是一样大 所以它就是 不均匀的 平面电子波 所以 这个行进波 为不均匀的 平面波 政府 为零之处 可以由这个字 算出来 你看 你看 这个 假定 这个永远等于零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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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泼腹 就是 泼节 就是 泼节 这个不是零 这个也不永远等于零 那 只有这个 很等于零 那么Sine 这个很等于零 就等于 里头这个值 是等于 Pi的 M倍 负号就是表示说 你这个Z 是在 泼面的 左边 因为它Z的正方向 朝这里 左边就是 负方向 所以 这个值我们用 2Pi overlemoner 带进去 那这个 泼节的地方 就是这个 那么M等于1 就是 第一个泼节 就是 界面 这个 导体平面 往左边 第一个泼节 M等于1 2 就是第二个泼节 的位置 等等 那么我们现在 可以看它 这是 入射泼的 泼风 入射泼是 就是这个方向 行进 当然它 泼面就往这边 传播 反射泼呢 是这样行进 行进 好 那么 入射泼 反射泼的 泼骨 泼骨就是 泼风就是 鼓起来 泼骨就是 凹下去的地方 如果这两个 一个 鼓起来 一个凹下去 一个正 多少次 一个负多少 加强就是 零 所以 这个 跟 这个 交界的地方 就是零 反射泼的 泼风 跟 跟入射泼的 泼骨 入射泼骨 是这个 反射泼的 泼风 反射泼的 泼风 那么 也是一样 这个值 跟这个 加起来 就是 反正就是一个 实线 跟一个虚线 相交的地方 都是泼骨 那就是 这就是 泼节的位置 如果 你在 泼节的位置 你放一个 导体 平面 在这里 那这个 导体 平面上面的 电场 还是零 跟这个一样 那这一面 反射 泼到这一面 然后再反射 这一部分 跟 入射到这里 跟这里 反射的时候 完全一样 就是说 你把一个 导体的薄片 在它的 泼节的地方 那么 这个导体 平面 左边的 这个 合成泼 跟原来 这个 它 从入射到这里 反射出去的 这个总泼 形状是一样的 不会影响 因为它是 摆在什么地方呢 它的 泼节的地方 OK 好 我们 暂时 休息 好 我们现在 介绍 导体表面的 感应电荷 感应电荷密度 跟感应电流密度 因为我们 这个 刚刚是讲 有一个 perfect conductor 电池波 射到它的表面 射到它的表面 那么 电池波里头 有电场 有磁场 那 电场 磁场 虽然不能进到 导体里头去 可是 它的表面上 会有电场 会有磁场 有磁场 有磁场 就可能会有 电流密度 有磁场 就可能会有 电荷密度 不是 有电场 就有电荷密度 你有这个 H场 我们就发现 它会有 电流密度 那现在我们就来 看一看 电荷密度 到底 是多少 电流密度 是多少 我们看它的 总波 总波是这个 它射到表面 的时候 Z等于零 Z等于零 表面上 没有电场 这是它的 这是它的 电场 这是它的 H场 我们先把它 写出来 前面我们都 算出来过了 好 导体表面 Z等于零的地方 感应电荷密度 感应电荷密度 它是N2 D2 因为 D2等于零 D2等于零 所以它 它只有 低温 低温就是在 空气里头的 空气里头的 这个 Electric Displacement 导体里头 就等于零 这个连续条件 我们讲过 对不对 好 现在的N2 它的表面的 发现方向 就是 负AZ 负AZ D1 是 Epsilon 乘E1 Epsilon 乘E1 E1就是 总电场 在Z 等于零的地方 那因为 你看 E1 Z等于零的地方 这一项就是零了 那就是 通通等于零了 所以 它 你把这个 带进来 等于零 所以 因为这个E1是零 在这里是零 所以 感应电流密度 等于零 好 现在我们看 感应电流密度 是什么 感应电流密度 要用这个 用这个算 用这个算 那这个还是 Z2 好 那么 H1呢 就是 第一区的H厂 当Z等于零的时候 它内向就 奇怪 就是这个 H1 我们 我们看这个 N2 N2是 负AZ 负AZ Cross这个 那只有这一项存在 对不对 AZ cross AZ是零 这个是 等于 AY Z等于零 就是 Z等于一 所以它就是 A Y cos Z I 前面这个还在 然后 称上 这个 这就是它的 表面 电流密度 它的 Current Density 好 那么 这是它的 Face Form 如果 如果 要它的 Harmonic Form 我们就 把这一项 乘在 Exponential J Omega T 次方 去 实数 那就是 Cosin 跟这个 Exponential J Omega T 跟这个 合并 去 Cosin 这就是 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 你把 冷气 关掉一下 好不好 好 我们看 这个 看一个立体 一个小频率 为Omega 的垂直 偏正 均匀 平面波 从空气 以入射角 Ceta I 射向 无限大的导体 理想导体 强 导体强 戒指一中的 Pointing 向量的 平均值 就是这个感应电流密度 你要求感应电流密度 你一定要把 这个H厂求出来 就是 第一区的 总波里面的H厂要求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 因为这个H厂 我们前面都 这就是前面的这个 随之骗证的 路舍波 前面我们已经求出来了 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 我们现在是因为 在讲课 这个刚刚才讲过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写出来 如果说你们 要做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不能一下子写出这个来 你就得要说 假设它入射波是什么 电厂的入射波 随之骗证的入射波 反射波是什么 然后入射波的H厂 求出来 然后反射波的H厂 跟入射波的H厂 都求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把 第一区的总电厂 求出来 第一区的总磁厂求出来 这是第一区的总电厂 磁厂就出来 前面这个过程 我们都做过了 就不做 如果你们要 有一个题目 要你们这样做的话 你还是要从 从一开始怎么做出来 这是总电厂 这个是总磁厂 我们现在看 这Z等于零的地方 Z等于零的地方 一万就是零了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它的电荷密度等于零 Z等于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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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等于零就没有了 因为它是Sine AZ没有了 只有这个存在 这个就等于一了 就是这个 导体表面的电荷密度 就是这个 N2 N2就是代表 导体表面的 法线方向的单位向量 它是负AZ 这个等于负的AX Cosine的这一项 就是这个 AZ cross AX AY 所以它是等于AY 2EOI over eta 这个都还在 就是说这个 通通一样 这就是它的Current Density 好 现在我们要求 功率流的平均值 我们要利用这个式子 2分之一Real E1 cross H1 star E1有了 那我们把H1 star 求出来 Star就是这里要加个Star 那这里要变成正的 就是这样 其他没有什么 E1是这个 H star 就是我们这个加一个Star 这个变成正的 好 那你看 这个Cross E1 cross H1 star 然后取Real E1 是个复数 虚数 AY cross 这个 AY cross AZ 是等于 负AZ 负负得正 可是这个一Cross 当然这个就没有了 这个变成 EOI平方 可是它因为有个复数 但是它因为有个虚数在 在取Real 那就这项就没有了 就是这个 Cross 这个存在 AY cross AZ 等于AX 负负得正 它最后就是AX J乘J就是负1 所以它就等于Real 就是刚刚我们 复数在这里 你还没有TakeReal 它在 等等 我们一TakeReal 就是AX TakeReal 只有只要这个 这个就不要了 因为它是虚数 所以它就变成 二分之一乘过来 等于这个字 这是 Average Pointing Vector 在Z等于0的地方 当然 这个就是0了 那么 这是我们看的 这个立体 好 第二个立体 在空气中行进的 均匀平面电子波 家电是这个 电厂是这个 入色于Z等于0处的理想 到底平面 要求这个波的 频率 即波长 电厂跟磁场的 实斜形态 实斜形态 电厂是这个 实斜形态 你就乘一个 Exponential J Omega T 磁方 去十数就好 等你把H场 求出来 也是这么做 然后求入色角 反射波的这个 反射电厂的反射波 磁场的反射波 就空气中 总电厂与总H厂 这很简单 我们先看 频率跟波长 你把图画出来 Z方向 这个是 导体的表面 是在XY平面 XY平面 OK 这是入色波 这是入色角 入色波是 一 它是垂直辨证 好 首先 你一定要把这个 入色波的 单位向量 入色方向的 单位向量 写出来 你要求它 反射波的时候 你要把反射波的 行径单位向量写出来 然后 破面方程 R就是等于AX AXX AYY AZZ 这是破面方程 就是这个 另空气中的向常数 是Beta1 Beta1就是 Omega1 根号 Y1乘μ1 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 FaceFactor 第一个戒指 是Beta1 这是它的破面 破面方程 它题目给我们 是等于这个 好 那也就是说 你把这个 Beta1 乘上 这个 要等于6X 加 8Z 就是 指数相等的话 我们有这个字 好 变成这个以后 我们就知道 X Beta1 3Zi Beta1 X3Zi 等于6X 那么X 约到就是 3Zi 等于6 那Beta1 就等于 Beta1 还有Beta1 CosinZi 等于8 这Z 所以从这里 我们就解得 这两个 两相相处 我们就得 Tangina Theta 是6% 所以 ThetaI 就等于 Arctangina 6% 这是 特别讲 37度 Beta1 你就可以知道 这是37度 37度 这个就等于 5分之3 5分之3 所以Beta1 就是10个Radiant Perimeter Beta1 是等于 这个 现在 它是空气里面的话 如果是空气 如果是空气 这之一 这个是空气 Epsilon1 等于Epsilon0 Mu1 等于Mu0 那Beta1 就等于 这个 Omega 是2πF 这个是等于 光速的导数 所以F 所以F 就等于 C乘Beta1 over2π 你把C带进去 3乘10的8次方 Meter Per Second Beta1 10个Radiant Per Meter 2πRadiant 这个乘一乘 除一除 它就变成 4.78 乘10的8次方 Frequency 我们是用 Hertz来表示 Omega 是等于2πF 你这个再称 这个就等于 这个称2π 就是3乘这个 3乘10的9次方 Radiant Lamina C over F C over F 那也是一样 你把这个 C 你把F 出过来 2π over beta1 2π over beta1 你把这个 出过来 这个就 2π over beta1 就是2π 被4个Radiant来 出 也等于 0.2π 这算出来 这算出来是 0.628个Meter 好 那么 这些参数都知道了 写出电厂跟磁场的实现形态 这是电厂的 向量形态 我们把H 我们把H 上的 向量形态 用这个式子 算出来 Roseport的 行径单位 向量 这个 它是 垂直变中 是AY 那我们就可以 这个 Cross了 AY Cross这个 是AZ Sine Theta 这个 EI 就是这个 10 over这个 那后面 是这样的东西 然后这个呢 还有就是 AZ Cross AY 是AX AZ Cross AY 是负AX 就是这一项 里头的Theta 是37度 那把它带进去 这五分之四 这个是五分之三 好 我们就可以 这一项 你把它算出来 就等于你这个 五根这个月调 二 二 二就是八 八倍 377来除 这个就是 六倍377来除 乘上这个 这就是H厂 Roseport的 磁场 磁场知道了 电场 这相乱形态 知道了 实现形态 就是乘一个 J omega t 之方 取十数 这个是等于这个字 取十数 那就是等于 AY 十 然后这个是 cos Omega t 减掉 6x 括弧6x加8y 8z 那我们就把 Omega算出来 等于 沉进去 对不对 就是这个 这就是 Roseport的 电场的 实现形态 单位不要忘记 Volt meter 写进去 H厂 是Hi 到的这个 Hi 我们刚刚算出来 是这项 好 取十数 也是一样 这个前面都不动 后面就是cos 都乘一个cos Omega t 减掉括弧 6x加8 Omega 是三乘十的 九十方 t 就是这 单位是Ampere per meter 入色角 它由我们求 我们刚刚都求出来了 θI是37度 然后看 part D θR等于θI EOR等于负 EIO等于负 负十的Volt per meter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做过了 这个等于这个 这是垂直偏正波 它 入色角等于反射角 反射的正幅 跟入色的正幅 跟入色的正幅 大小一样 符号相反 所以 然后我们再把 反射波 它的Kr 写出来 这是E 它有X分量是正的 然后 Z分量是负的 那么我们再把 这里的θR 把它变成θI 这就是Kr 那么反射波的 phase factor 因为反射波还是在 切直1里面传播啊 所以这个还是Beta1啊 这个Kr 就是它的 泼面方程 泼面方程 那我们知道 那就是 你把这个换成X 把这个换成Y 就可以 也就是说 你把这个东西 Dot一个 AX X加AYY 加AZ 这就是 phase factor 那这个10 乘上这个 这是 10乘上这个 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 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 37度 这五分之三 乘上前面的10 就是6 五分之四 乘上前面的10 乘上这个10 乘上 β是10 10了 那么就 乘上这个10 不是这个 是乘上这个 10个V 那么它就等于 这个值 所以 所以 ER 反射波的 电场 是等于 这个 这个就等于 AY 负10 然后这里头呢 就等于 负J 6X 减8 这个就换成这个 这就是反射波的 向量形态 反射波的磁场形态 反射波磁场的向量形态 就带这个狮子 那这个 这个8 0 当然还是120排了 KR ER ER KR就是这个 它就变成两项 因为 AX CROSS AY AZ 负AZ 因为这里有个负号 负AZ CROSS 负AY 就等于 正的 AX 这个我还没有 还没有CROSS 还没有CROSS 应该是 这个CROSS 是这个 AZ 这是AZ 这个CROSS 是这个 负 这都是正的 CROSS以后都是正的 OK 变成这个值 好 然后 把这个带进去 这是10 成Exponential 这个 这个 5分之4 这个5分之3 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 除出来 就是这个值 这是反射波的 电场 反射波的磁场 好 总波 我们现在要求 总波 电场 是入射波的电场 加反射波的电场 这入射波 这个是反射波 好 那我们可以把 共同向提出来 AY 10 这里头有 Exponential J6X共同向提出来 里头就是 Exponential J8Z 间调Exponential正8Z 好 这个就等于 负2J Sine8Z 这是总电场 总资产就是这个 两项之河 这是入射波 这个是反射波 你看电场 只有一个分量 但是H厂的 它的震荡是在 这个入射平面上 所以有两个分量 那我们把这两个分量 合并 X合并在一起 把这个提出来 好 那 再把这一项提出来 那这个就变成什么 变成 这两个加起来 Exponential 负J8Z 加上Exponential 正J8Z 然后Z呢 两个是正 正的这个 层上 把这个提出来 这个就变成 负8Z 这是减的 这个是正 这个是减的 减掉一个 正8Z 那这个就 好 这个就变成什么呢 就是cos 两倍 这个加这个 是变成两倍的cos 这应该没有J 这应该没有J 这个没有J 不要 这个J不要 这个有J 负2J 3 8Z 这个没有J 这个J大概是 不小心打上去了 这个没有J 好 这就是我们 求的 第一区的 总电厂跟总磁场 这种 有J 这种 可以 我